大盘贵买指数都没有跌破昨天的低点 但是就差这么一点点 今天指数上涨了37点 万六先先守住 但量缩到只剩下2100亿 外资今天现货还在卖 卖了57.5亿元 昨天临终就告诉大家 现货还在卖没有关系 因为台币还在扁 但至少期货的空单 要慢慢的回补回来 今天有一点点好消息 今天回补了1900多口 虽然现在 期货的空单水位 还在13396口 昆仁提醒大家 至少要先降到了万口以下 大家才能开始慢慢的 吞下一个定心管 好 那外资如果今天还在卖 卖什么呢 来看到今天外资卖超前10名 第一名华航 似乎今天讲什么 外资就丢什么 难怪这大盘在今天被压着 还有友达鸿海群创智深 以及国泰永续高主席 鸿基台积电台尼根台达电 这些很多都是今天的热门股 于是进入大主题了 如果昨天涨今天就跌 如果今天跌明天又涨 到底这大盘的节奏 谁抓得住 淑芳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今天的热门股 给大家来个大解析 顺便来上上课 今天热门明天会不会被丢在墙角 怎么操作热门股 当然很可能这样子 因为台北股是其实现在是没有主流的一个状况 第二件事情是原主流的电子个股 在这个礼拜连续两次盘中 整个一个资金流向比超过80% 那在8月24号的时候呢 是AI超过80% 这一次是有IC设计个股 带动电子个股的资金流向比超过80% 这是什么现象会怎么样 所以他可能都会有些后座力了 所以就看到IC设计个股 有时候变一声 杨智在昨天就跌停板 那今天又开始反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最近里面其实主流并没有确定 整个市场还在 开始在寻主流在哪里 寻找主流的过程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 你就去寻求支撑不迫 就是你是属于右边性的操作 现在流行右边操作 要嘛就是我之前就讲 你要嘛就是右边 要嘛就是右上方 那不管你右上方或是右下方 你都会有个支撑 对不对 右下方就是这一波的起涨点 或是五日均线 对不对 那你右上方就是一个轨道线 或是周月线 所以你在轮动快速的情况之中 你就是选择 不管右上方 不管右下方 不管是不是投信买的个股 他只要支撑不迫的 你买黑 买黑哦 注意要买黑不要追红哦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讲的一些的个股 下面我不希望你去追 你买黑你就有机会 像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说联发客 周围不是跌 跌的时候 像今天盘中跌的时候你去买 尾盘翻红了嘛 就是这个道理 买黑 而且重点是要支撑不破 你说你跌破 你说右下角跌破 本波低点 那就要支撑跌破 然后你逢低去做布局 而且最近里面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越来越小对我会建议大家不要一次买满 你用分批的方式会比较好 就像你在做当冲 我们说潜水是无大于 你做当冲你的脏数要减少 不然的话你都很容易受伤 我们来举例华星科 华星科在今天是公布第三季2.18 那当然是优于预期 因为他上半年只有2.31 所以他相当让他去做了一个补涨的一个动作 但重点是你今天追的高高在上 大家有没有发觉到华星科 大家说华星立华集团会不会再做仗 你今天追的高高的有用吗 这个上线有够长 量人也放大 对不对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来看一下 6191金城科昨天是不是拉 今天马上灌下去 你看今天江波总市图更可怕 也就是说你在去买的过程中 因为你会害怕 你买这么高 你说他很强 到这么低 10%你说进行停损 又拉上来你怎么办 所以你宁愿是支撑不破的买点去买 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所以华星科他到底这样突破 算不算拉一个长上影线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他的K线来图 带量式的K棒为关键性的K棒 那这边本来就带量 你看他这个带大量 是不是这边的低点都没有跌破 所以他的马其诺防线在这里 如果你是波段的人 因为被动元件我们之前讲 他叫做落底 他只要这个不去跌破 他还是在落底形态 那你这个量并不是最大量 不是巨量 你只是关键性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财报的利多 我之前讲你这个利多 你要持续的上涨 你这个缺口 你就不可以跌破 也就是说你昨天的高点 我们来把伏标移过来 你伏标移过来 昨天的高点是多少 107.5 那是不是代表 守住才代表 你昨天到今天的人都赚钱 你如果连昨天买 有今天利多卡位的人 先卡位利多的人都亏钱 那你这样股票就还在整理 所以今天的营收利多 107.5能够守住的话 表示他还没有涨完 对 那还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那毕竟因为他不是像文帽 这种 这些比较大 那就比较重点一下 就在这里 而且他的车用战比 没有像国具那么高 国具是先涨 然后他是跟涨 那再过来就是定投控 定投控大家就蛮头痛的 就是说你看基础面 其实他之前已经转落 你看基本面就觉得 这财报真的还蛮漂亮的 第三集快半是不是大于上半年 所以定影投控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你要去观察他 因为他的大量区间已经跌破 是 来到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把浮标移到这一天 也就是说这一天里面来讲 他的一个高点 最高价是98.6 对 你要去挑战107更高价 你必须先把98.6站稳 不然的话都叫做什么 反弹 也就是说我这边是第一个角 我这边量比较大 那如果你的反弹量都不出来 再破最近的低点 我们来移到最近的低点给他看一下 最近的低点就是77.6 如果你再破77.6 你要不要出 你一定要出 那你要到98.6才告诉你 危机解除 所以这个部分他量 我会先建议你就区间看 他会比较安全 不要去看他会创新高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你不管怎么算 他今天就是4块多 80几的100 其实本益比20倍 以PCB来讲算高的 OK好 现在支撑压力告诉你 接下来文业 文业是少数在今天 还创下近期高的 我们就说 因为现在选股真的很难 选股很难的过程之后 大家就开始 我就找你通路股 通路股就是不会喷 但是他很安全的 每一年都有固定的获利 加上他的第三季 获利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创新高 公布出来 那加上并购feature 反正就是一年涨10块钱 半年5块钱 明年15块钱 后年就这样算 所以今天是创新高 你以为这个股票 好厉害 就是都不会有量 反正大家就 我就锁在这边 因为我必须要卡位 我才可以去认 85块的文业 大家知道现金真的就5块 我就跟他讲说 他跟华邦店最大的不同就是 大家觉得85块稳赢 华邦店就22块 不知道会不会稳赢 所以这个过程 就有人就去卡 因为你必须在11月多去买 你才可以去认85块钱 那我觉得这两个个低接 低接会比较好 低接拉回来再卡位 我刚才讲对嘛 你看他 你看这种个股 他他说破了月线 不是都转弱 而且人家又上去了 所以这种个股 只要我刚才讲说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 技术面 任何的破线必须带量 请问他破月线有带量吗 没有 根本就没有 他的带量的区间 是不是在这里 是102 他下来很接近102 救人进去买 所以应该是他的停损价 应该是在102 会比较安全 除非你看到 有任何的量能出来 不然这一根量 好像买进去他都不走 你要怎么办 就里面有人 四字正言下来再卖 这是文业 长荣行 长荣行就比较累了 因为我刚才就讲 今天什么涨什么 外资就卖什么 因为我觉得航空个股的未来 他9月份的利多 就是7、8、9月是不是暑假 暑假9月份在公布 暑假利多的时候 都没有涨 那时候油价太高 那现在的台北股市很流行什么 叫做利多出景 所以你呢 11月3号 你不要利多出景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会定义它跌升反弹而已 所以到底有没有机会 回到回升 就看11月3号 如果真的展出来之后 股价还能涨 那有机会回到回升坡吗 因为它现在是右下角 我觉得回升坡的几率 就是创新到几率 短期不会 也就是说明年也有点困难 因为票价的高点 好像在今年出现了 这可能是大家自己稍微留意的 那我问一下 因为股价在这里 想要解套的 趁着油反弹 是不是就 到这些均线 这边有个大量区间 大家可以考虑 稍微去减码油反弹的时候 好 这是长荣行 接下来金豪科 金豪科其实今天 我跟你讲 其实三星的财报好 昨天大家盘中就知道了 那你可以发觉到 你虽然看财报好 记忆体好 有没有发觉到 头信已经在卖威钢 也就是说 这些的记忆体 就是说 有个坏处就是说 你虽然落底 你的报价的一个上涨 但重点是 你今年赚不了太多钱 那金豪科也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发觉到 像你在之前讲 你看他图就知道 所以他是在这边 他还好没有把这个跌破 问题是他的大量区间是跌破的 所以他像不像电影的图形 一样 所以我会建议说 你就先以区间相形操作到 这里这个大量区间 你就稍微尊重他 必须重新站这个高点 我们才能够确认 他这个底型存在 但是因为他跌破月线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跌破月线的个股 会不会单脚 那几率很低 会有两只脚 那你就等第二只脚 再来做考量 我们顺道看一下 因为华邦店今天 土阳同步的卖超外资卖 然后今天投信也卖 华邦店涨这个样子 会不会再有破年线 再有破底的危机 我个人觉得 除非这家公司要撤销 他的现金增值 我之前就跟上 因为你现在的外资卖 投信卖 因为你可以认22嘛 对不对 你去卖两块钱的差价 很正常 可是我这个公司 我要把现金增值完成 你要不要维持 大约有一成的差价 这是最简单的嘛 所以我觉得22块24块 如果接近24块 那你就不要杀 反正他就是一个期间 现在上来就有人卖 但下来呢 我觉得公司要完成现增 也一定会互助一定的价格 是了解 好这是今天土阳同卖的华邦店 接下来升危能源 升危能源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 他也是右下角的个股 你有没有发觉大盘怎么跌 怎么跌 他就不破底 因为他进入到路障的高峰 那在最近里面 投信跟外资都有开始买了 你就自己要去注意一下 那我说因为他今年2块多 明年8块 他会是所有的重机店个股 免风率发电个股 本一比最低的 你看只要下来到一定的期间 投信就来买 投信就来买 低就有人买 因为为什么他低才买 因为今年只有2块多 对 他100多你觉得很贵 可是明年8块 就100就很便宜 所以他低他就会去买 那就是放眼在未来 那这种股票他已经做出了多重底 那可惜的是没有量 是 你就等一个量的动作 不然的话你就学他低你买 然后你可以持有到明年 那这种股票应该有不错的获利能力 好所以等一个量 就是身份能源联永呢 联永的部分 其实在最近里面 我会建议 虽然大家都看得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他的乖离太大 而且说真的 今天大家报上面登了很大 外资看490目标价 470到490是多少钱 20块钱的加强 你这样拼有意义吗 而且五日均线乖离 而且五日均线的乖离好大 上一次五日均线乖离好大 是在这个时候会不会重演上一次的经验 那就要看联发科了 因为其实联永在于整个第三季 跟第四季的一个展望性 因为还有苹概 他没有像联发科是中国的手机这么多 他有中国手机 有三星的手机 但他纯度就比较分散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个股里面来讲 是好公司 可是我会比较建议 乖离这么大的情况之中 你至少要贴着五日均线走 但是如果你长期看他的图 你可以发觉到 他好像都是月季线比较好 月线或是季线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 甚至有时候还故意给你破线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股 不太适合去做追高动作 了解 好 这是联永 五日均线乖离太大了 华星光今天被关紧闭 怎么会长得这么的厉害 应该是说大家会算 像人家当兵署馒头一下 我到底有多久我才能够出关 所以今天有两档股票 一个华星光 一个系统都偷拉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被关紧闭 我们说技术面而言 你是不是转强 你的平台整理区是不是要带大量 你今天转强了 问题是你被关 你就是没有量 所以你这个平台整理区 我们并不能够确定你是真突破 所以你必须要个量人潮去做确定 量人潮确定 然后我们才能够确定说 你去做转强 否则来讲话 他其实在这边里面 他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你一定要有量人潮去做确定 所以这档个股就是 有些投信觉得 你公司很保守 你这个讲的太保守了 你明年不会这么差 可是公司就是讲的很保守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至少他有投信的买超 那我们就等待一个量 由量出的方向去做决定 换句话来讲 不管系统 不管华星光 出禁弊的那一天 他都不可以开高走低 如果开高走低 大家记得这个是怎么来的吗 关禁弊出来的那一天开高走低 OK 所以他们都不可以出 就是出关的时候 开高走低 一路下山 那就代表那都是散户卡位 第一个出关的那一天不能开高走低 第二个是等他出量看方向 出量往上涨 方向就是往上 出量往下跌 那恐怕方向往下 因为关禁弊很难出量 所以你看每次开的就会出量 那你看这个出量是往下 那你当然就是往下做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 这是华星光 接下来安国 安国 这两个国就比较头痛 说实在我就讲过 新核半导体到底可以带来多少营收 没有人估得出来 因为这家没有上市柜 那可是到目前为止的 安国还没有看到实质的获利 但是他是继定系统之后 扬制之后的第四个台北股市的 一个投机个股的代表 也是IC设计个股的人气个股 那我觉得这一档个股 至少我们来看8050的安国 虽然今天外资有调 他这两个股其实今天好危险 为什么 今天曾经破过无均线 然后再过来 你来看他的大量区间 是不是都跌破 我觉得我会把它列入观察 理论上你真的强势个股 你不应该这个样子 观察的重点 如果他未来里面 有效性的跌破无均线 没有办法收出这种下影线 你就出吧 因为他大量区间在这里 那并购新核目前还没看到成绩 所以你这个部分只按照技术面 技术面就是这样子 五日线 如果说你五日线还是不出 你说我买在这里 我怕啥 那你至少守住十日线或是月均线 那就是你的出厂参考家 OK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要来问一下至深 今天外资卖超前市民 至深在今天股价涨这个样子 化现上面的事情 至深当然最主要法说 跟大家讲说 短期的能见度相对的比较低 很多新品要拼后年发酵 但是有需要用这样的卖压 来反映这个消息吗 怎么看至深的下一步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把外资跟投信打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在最近面 大家都很流行买ETF 那ETF它都会有助长 跟助跌的一个效果 投信为什么买这么一堆 因为纳入成分股 对嘛 就是ETF 好 那至深它的前三季的获利 有真的很不好吗 没有啊 毛利率还不错 四块多 四块多放在镜头个股 你看哪个镜头个股前三季 可以赚四块多 只有六十几块的 没有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它把未来的前景说的比较保守 它是能见度比较低 对 比较保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 它是特斯拉的概念 那特斯拉在最近里面来讲 就一直降价 而且它搞不定 它到底要怎么做 那第二件事情 你记得Mask出来大骂特骂 骂什么 骂北美这些所谓的一个福特汽车 所谓的GM 他们的工人罢工 大罢工要求加薪 那我请问你 罢工能够产品线运作正常吗 没办法 其实光宝科根本不是像法然说的 不如预期 光宝科那天大跌 也是外资大卖 跟今天的志胜一样 可是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车用的订单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看本益比的话 我觉得以前三季已经四块钱 又来到年限的位置 你不用过度的追杀 但是今天的成交量 为关键性的K棒 那你这个时间点就要记住 你不能够再跌破金的低点 假设跌破金的低点 不要去摸底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他重新 来我们来看长一点点 他过去里面来讲也曾经这样 这边是不是有个小W型 带量突破W型 那就没事了 那你宁愿等这个形态 而不要去做摸底的动作 会比较好 那如果你手上已经只有 刚才就讲了 前三季四块钱 今年来讲的话 应该会有五块以上 所以这种本益比 并不是太高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去享受他的殖利率 了解 好 谢谢淑芳老师 请先回座 这是今天热门股的操作策略 现在操作难度真的很高 操作策略 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 下一段谈谈 最近好多人都要问的日元 昨天日元 一下下探到了151.7 对美元是一年以来新低 对欧元是15年以来新低 因为日本央行的政策 让大家觉得不如预期 有人说日本央行的政策马后炮 背后有什么的轨迹 日元 美元的后市 休息一下 期展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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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